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价阶税如何采下来 然后我们选择的阶税 是在生长中过程的这个果树选择的阶税 那阶税一定要健壮健康 比较强壮的这些阶税 然后再一点的话 不能在泪潭里面去选阶税 一定要是靠外面的 靠阳光的发现的 一定要木制化 停止生长花以后 这停止生长花以后 木制化 这已经木制化了 我们就踩这么一个阶税下来 踩下来往以后 我们是马上把这个叶子给剪掉 是马上 防止这个水混流失 所以说有些朋友说 价阶不成功主要的原因是 没有保存好阶税 没有保存好阶税 所以往以后这个接税的重复率 就降下来了 所以说一旦